小龙虾的美味不仅仅只限于夏天 现在越来越多的加工厂 开始生产半成品以及成品素食小龙虾 来延伸它们的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还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 销售到全国各地 下面就跟随记者 一起到江苏须移的小龙虾加工厂 看一看 那我站在这里 都能闻到一股酒香和水果清香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正在生产一款 新品的素食小龙虾 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 那它是用花雕酒 青花椒 香橙和化煤将小龙虾 是层层地浸泡入味 拿回家是可以冷冻地储存 想吃的时候就来化冻 那么一年四季想吃就吃 像我这样的小龙虾爱好 怎么可以有口福了 不仅仅是酒醉小龙虾 咸蛋黄芝士口味 这样的网红味道也被研发出来 素食小龙虾不断推陈舒心 真空包装冷冻保存 让小龙虾脱离了季节性的限制 在淡季也能很好的销售出去 此外各种口味的小龙虾调味料 也被加工成料包 相关负责人称 最热销的一款一年卖出去几十万包 线下餐饮加上素食成品的售卖 大大延伸了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每个小时生产在两吨左右的一个产量 我们一年的产量大约在2000吨左右 目前整个市场的销售额大概在1.2亿元左右 其中线上的占比约在60%左右 九五后主播杨浩然此前从事餐饮业 在去年疫情期间 转战短视频及直播领域 借助电商和直播带货的风潮 将家乡的小龙虾售卖到全国各地 我在半年时间粉丝涨到了120万 并且为我们当地的企业以及农户 做了很多的直播电商带货 帮他们解决了在疫情期间 产品销不出去制牛的问题 每次的单量是在1000以上 每次的销售额就像小龙虾的话 销售额是在10万以上 现在我们有主播170多个 2020年我们通过主播的带货 以及对接资源 我们销售了小龙虾9000多万元 我们蓄龙虾养食的量 要达到12万灯以上 带动的加工 流通 餐饮 所创造的价值 保守是在200亿以上